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志们大家好 我是罗伦院头顾 杨天迪 今天是3月11号 礼拜一 台股在今天那个表现是拉回整理 这个基本上是拉回整理之后 在月线的位置做了一个指纹往上跑 我们的月线就是这条灰色的线 它的位置是在10223 所以我们看一下1023 今天的低点在哪里 今天低点是10214 所以我们是跌破了月线之后拉起来 拉起来收到10250 所以暂时我们走出了月线 那这样手稳没有 没有 我再讲一下我的一个观念 就是大家会认为说 线形上面不是手稳了吗 为什么杨老师说没有 因为量缩不认低 就是我要守住这条线 我不是量一直缩在那边 越缩越小 你看今天的量越来越小 量缩不认低 就是基本上你必须什么 放量往上走 你才能确认这个月线是有效的 因为是量缩的 所以它不认低 这个地方有点类似在11线的时候 有没有 5 4 3 2 上个礼拜二的时候 我们也是拉回到11线 对啊 咖啡色的线 拉回之后隔一天不是红棒 红棒量缩更小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让开给你看 这样 有没有看到那个量是缩的 量是缩的 奇怪之下 我当时也跟你讲 那个是量缩不认低 所以那个红棒都没有用 那后来 后来果然这个11线就跌破 所以这次的状况也是一样 这次状况也是一样 那在上个礼拜我们在这个月线拉一个下引线 今天收一个红棒 但这个红棒是量是缩的 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马上确认月线是支撑有效 那如果一旦月线被跌破 也就代表着台股这一波从9319点 拉升到10416这个阶段 就开始进入中期整理 这个ABC的中期整理 那中期整理的格局里面 那可能就不太有族群性 不太有族群性 因为不会有阶段主流 你看到上个礼拜还有一些类 这个族群在轮动 比如说上个礼拜一是什么游戏 礼拜二是光学 礼拜三是散热 礼拜四叫LED 礼拜五变成什么 变成面板材料 有没有上个礼拜是这样 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主流 没有主流 你去看到股票就知道 很多股票是冷门股串起来的 玉丰市 好德也是冷门股串起来 那基本上像这个正耀也是好 这个冷门股串起来 你们注意到最近冷门股有在往上串 尤其是银帮 银帮做什么的 做伺服器的饥渴 而且他几乎在做好像都不太赚钱 有没有银帮3693的银帮 你看一下他就是所谓的冷门股 今天是跳空涨预板 这种冷门股到昨天的成交量 到今天成交量就111张 那前两天这一天成交量 你看到低到哪里 低到只有19张 19张 然后上个礼拜五转强只有72张 今天变111张 就这种冷门股的上来 其实他的效益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但是他就是强 我也不是说冷门股就不能买 你要买就去买 这只是说这种股票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上来 为什么跳空涨预板 什么都我都不知道 包括华金为什么涨上来 人家说资讯软体 最近有些资讯软体的股票在往上走 你看今天华金 我用华金为例好了 华金今天不是个长红棒 成交量有1466张 那我可不可以告诉你 他昨天上个礼拜 股票的成交量只有53张 53张 好 你们自己看53张 然后今天变成1400张 这就是所谓的冷门股转强 一转强就放那样 那为什么涨起来 不知道 那可能是微软 咱们把资讯软体有一只股票微软一直往上跑 然后最近的有一些股票真的还蛮强的往上冲 那所以造成了这个比价的一个效应拉上来 那最近最近有一些连接线的连接器的 甚至就是冷门股就往上跑 所以6158的这个核昌也一样 最近也在涨连接器的 好 那之前最近很强 但之前成交量也都不到100张 但是最近很强 所以最近有一些冷门股很强 那它有延续性 像核昌是有延续性的 但有很多股票是没有延续性的 可能你今天强明天弱 像上礼拜一游戏股很强 买游戏股的套 唯一一档比较强的叫4994的传奇 你看哦 今天传奇重挫 有没有 你看它天线就知道 上礼拜一传奇是涨迷满 礼拜二直接拉回 礼拜三又推回去 看起来有希望 礼拜四还盘中创新高 礼拜五是有个小红线 好像看起来不错 今天一根长黑棒撒下 这基本上我常在讲 我说股票市场当然 当然每天都会有强势股 那这些每天的强势股里面 有哪些是值得你去关注的 这才是关键吗 对吧 不然你每天就今天强势股拿来讲 明天转弱再换另外一支强势股 强势又涨上来又换一支强势 A股涨上来就去追 然后走弱就砍掉换B股 B股涨上来就去追 走弱就砍掉如果这样做 最近你会很忙 因为他换得很快 好因为他换得很快 所以我想目前来看的话 当然有些股票涨上来 因为你找不到理由也找不到 像我刚才谈到的 我刚才谈到的像这个好了 利特我还找得到理由 说偏光板涨价 我找得到理由 那银帮我真的不知道找什么理由 那华金我也不知道找什么理由 唯一理由就是资讯股最近 软体资讯股最近有一些股票很强 所以带动像大宗有没有 那个软体资讯股很强 所以带动了一些比较落后的在补涨 叫华金来补涨 最多只能这样讲 当有些股票涨上来 是你不知道他任何的一个理由的时候 就好像有人在问 老师那为什么华金涨上来 那我有时候会这样回答 华金是做什么的 或者说某一支股票涨上来 这支股票做什么的 我常常这样讲 我这支股票就是来做股票的 没有基本面 没有理由 没有任何原因就往上跑 那你说他做什么 他就来做股票 他一拉就是会有人气 以前本来十几十张二三十张的 我一拉上来就一两千张 甚至五六千张往上跑 好这个就是这个目前的一个状况 不管如何最近的 我为什么说大盘可能要进入整理 我最近在做的动作是慢慢 再收回一些资金 那些短线股的资金我再收回来 长线的我当然不会碰 不会动 但短线的资金我慢慢再收回 原因我认为台股可能是一个 比较中期的一个整理 那我收回资金的目的在哪里 我就是希望有一些长线股押回来 最近在涨冷门小心股 那我就希望有一些长线股押回来 押回之后 他具有本身具有竞争力 我来逢低布局 好 我的想法是这样 那回到盘面 今天大盘的结构看起来很强 对不对 那是因为台积电 有些全资股拉尾盘 有没有 有些全资股拉尾盘拉上去 台积电的回档大概差不多了 从240块回到230块 227块大概差不多 好 那大部分的股票 在目前为止当中大概都在整理 好 只要 只要有基本面的 你讲得出基本面的 大概都在进行拉回整理 那最近一些冷门股我们就不谈 然后那个涨停板的冷门股 我们就不谈 那重要的关键点是 我们要来谈探讨一个逻辑 你知道今天跌是最凶的族群在哪里 叫这个 大中跌了4.8个百分点 跌了将近5个百分点 好 杰利今天也跌 开始跌下来 开始跌下来 有没有 你有没有注意到开始跌下来 这个最近的走势里面 莫斯菲开始跌了 莫斯菲开始跌了 所以你看最近的莫斯菲开始跌了 有没有 之前的抗跌 现在开始跌了 好 为什么莫斯菲今天会跌 因为媒体说了一个消息 说莫斯菲要跌价了 不是刚说要涨价吗 好 第一季要涨价 就又开始要变成要跌价了 好 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最近我们听到跌价的消息 第一季了 从供需期开始 传动元件跌价5%到10% dram的报价第一季跌价30% 然后第三个叫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第一季跌价25% 现在下修到跌价30% 这是我今天看到的一个媒体的消息 那第四个叫细晶元 细晶元本来都不跌价的 那传出了台胜科 可能跌价6%到10% 有没有 从工具机 dram被动元件到细晶元 然后今天 今天今天到莫斯菲的跌价 而这五大族群是不是去年 都是最夯的涨价题材股 对 那现在都跌价了 现在变成沙盘中心 最近被动元件 对细晶元的走势都不是很好 那就是沙盘的重心出来 好 那今天听到好消息是什么 好消息是这个 偏光板偏光片有涨价的题材 去年一整年面板是很惨的 这个产业是很惨的 有跟你谈过了这个面板的 这个去年下半年开始 中国大陆的华兴光电 跟京东方的产能会开出来 所以面板的报价在往下跑 那最近是偏光板的 今天出现的偏光板的利多 叫做报价往上扬 那我也跟各位谈过 我说偏光板是面板的材料 那面板你只要产能出来 产能出来会造成什么 报价下滑 但是产能你只要出来的话 那基本上对偏光板的需求会增加 这是不太不太一样 它跟报价比较不同 好但是你回头想一想 去年涨价的工具机 去年涨价的低润 被动元件细晶圆 甚至莫斯菲 现在都在叠价 去年在叠价的面板材料 这个所谓的一个乒光板 现在在涨价 这是非常标准的猪氧变色 其实讲穿的很简单 因为贸易战打到最后面 打到各产业都余累累 打到各产业都余累累的情况之下 那之前涨价的股票涨价的这些个股 他可能因为下游客户的重复下单 叫overbooking 当你重复下单的情况出来之后 现在消化我的库存 所以目前都会比较偏向是叠价 对不对 那是因为贸易战的关系 但贸易战明明川普跟习大大 有可能去签订协议 对贸易战开始缓和了 但是剩下就是调整库存 谁先调整完毕 谁就是下一个主流 对吧这很简单 谁的库存调整完毕 谁就是下一个主流 我想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但是现阶段我们在进入 因为股价在谈上来 谈上来之后将来会进入一个整理 那在这种修正的格局里面 你要做的动作不是每天今天什么 这个什么股票涨领满就进去追 今天的好得涨领满你追进去 今天的这个所谓的上返涨领满你就追进去 不是这样 因为不见得每一支都会连续 好不见得每一支都会连续 今天银帮涨领满滑金涨领满你追进去 他不见得明天就会强 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要怎么做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 你看到今天成家量是不是只有909亿 这个900亿出头 这说明一件事情大咖不回来 好大咖没有回来的原因有两个 我认为有两个了一个原因什么 他转到大陆股市去 大陆股市的成交量有多大 好那大陆股市的位阶低有没有 台股涨到1万点 但当时大陆股市打到2500点 等他位阶低然后买进去 你就会发现它爆发力很强 所以第一个大咖有可能有部分的大咖 又移到了中国大陆市场 另外一部分有一部分在观望 为什么观望 因为美国股市在相对的高点 美国股市在相对的高点 利多的效应都开始在减退 所以他们担心会有拉回 所以现在大咖不进来 那也合理也合理 那在目前这个阶段来看的话 大咖不进来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怎么做 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那我认为我们的月线不见得会有手 除非你明天放量 然后补量不到1200亿以上的一个成交量 那我看最近1200亿已经非常困难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我们已经5个交易日成交量是落在 你看到12345 5个交易日我们成交量是落在20均量之下 不是只有一天 也不是只有三天 它已经5天了 所以从这地方来看的话 买盘确实在淡掉的 在淡掉 所以我的一个策略很简单 如果买盘是淡掉的 那我现在要找的方向 不再是族群系的 因为族群的联动效果是不会那么强 那将来的部分 我会针对个股本身具有的利基去做个规划 那现在我要做的动作是什么 现在团上去我有一些股票 短线 比较偏短线的股票 我会怎么样 我会设停利 然后把资金收回来 长线给我摆着 然后我把这部分资金收回来之后 我等待 有时候等待也是一种策略 很多没有搞懂 等待也是一种策略 为什么等待会是一种策略呢 不是每天都要在那边滚动股票 不一定 我在等 我在等什么 我等一些好的标的 有些比较长线的 我觉得你拉回了 我不是告诉各位长线股拉回买吗 有些长线股拉回来了 好 好这些股票在第一档开始回稳了 好的 我开始做布局 好 我要的要做的动作是这样 而不是短线谁比较强 我追谁 我不这样做 不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刚才谈到 有些股票不见得具有延续性 而且 这些股票 有些股票 他虽然有延续性 但他已经涨高了 我现在进来 我可能风险就会比较大 好这种 有时候生活上中也是一样 等待也是一种策略 就好像昨天晚上我们吃完饭之后 我老婆叫我去洗碗 我心里很不甘心 所以就把我儿子叫过来 我说 现在让你练习洗碗 好 将来就可以帮太太的忙 好 我儿子很不屑的用 邪式这样瞪我 好他说 不用 我以后叫我儿子洗碗就可以了 好所以我儿子在怎么 等待他的儿子 所以这是一个等待是一个策略 其实开玩笑 我跟各位说 有时候我们做股票 不一定每天满檔 不一定 我要收回一些现金部位 那我收回现金部位 我的目的在哪里 我要讲给各位听 我的目的就是 我觉得大盘会回来 那当大盘会进行一个修正格局之下 有一些好的这个长线的股票 会经过这个冲太高的会拉回 那我们就趁他拉回时候再来布局 好我们就就好像猎豹一样 你知道猎豹在猎那个猎物的时候 他不是每天这个这个睡觉一起来 就开始追追那个猎物来来来来 来猎那个不会成功啊 为什么不会成功 猎豹猎 这个猎物最好的时间在哪里 黄昏 对 为什么在黄昏呢 因为经过一整天的这个奔波之后 大部分的猎物大概大概都已经比较疲累了 然后呢就到了黄昏会比较松懈 然后黄昏的视线又没那么好 所以猎豹可以慢慢的接近猎物 我要抓的是那个时间点 我们叫timing 也就是说如果我把资金收回来 我现在要做动作什么 我要针对哪些我要的猎物 他最好的时间点 因为量不够嘛 所以一定拉回 好一定拉回 拉回的情况之下的话 拿一些好的标的好的猎物 他会使我逢低进来的 好 我想这是一个关键 操作的一个观念 也也就是说 现在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 工体没工命 同梯不同命 什么叫同梯不同命 来不讲给各位听啊 我没有工具机为例 工具机间雅德克是跌的 对不对 但是呢 上银是涨的 全球是涨的 全球是涨的 我要为什么带各位看这个东西 这不都是叫工具机吗 那为什么亚德克是跌的 上银是涨的 全球是涨的 这不就同梯不同命的概念吗 主要原因是因为亚德克 涨太多了 如果你看那个 我用亚德克跟上银回例 亚德克是不是因为涨太多 开始在做补跌 对 然后呢 上银的部分是先跌下来 开始做回稳 你现在你现在懂吗 上银是先跌下来 那全球呢 全球是根本没有涨上去 根本都没有涨上去 所以呢 他就没有那么多的跌势 当你了解到这个状况之后 就会发现到同样的工具机 会有不同的结果 同样的我再讲另外一个族群 大概就清楚 如果我要跟你谈特斯拉 特斯拉 最标准的两支特斯拉干领股是谁 一支叫做3665的帽连 他做特斯拉的这个电池管理限速的主要供应商 对不对 帽连今天大涨 不算大涨了涨3.5% 那另外一个呢 最标准的 我们要讲最标准的特斯拉 那他做减速齿轮箱的1536核大 却是下跌的 同样是特斯拉概念股 帽连是上档的 核大是往下掉的 你们注意到 核大的K线 他的往下掉 好 这就是我跟各位谈的 你要找到 个别股的本身竞争力 而不是我说车店股 然后特斯拉 你说核大也可以买 帽连也可以买 不是 反而是帽连的竞争力会比核大强 你要了解到这个概念 就是竞争力的公司 所以未来我大概会在几个方向去做 自动化 这是我一定要的 智慧联网 然后人工智慧 还包括车用电子 这几个方向 包括7奈米的细字台 这些都是我要的方向 剩下就是在里面去挑我要的股票 我想这是一个操作的一个观念 所以最近的操作策略会比较稍微 稍微保守一点 保守的原因是因为 我认为台股可能修正没有结束 然后我们已经五个交易日量 这个在这个这个20日均量之下 那他可能是一个常态 那未来我们要面对一个低量期 面对低量期的情况之下 你尽量涨到位阶低的 你涨到已经拉回来的 然后未来具有爆发力的 对吧 我们一定这样做 我们一定是股价修正了回来了 到了相对的低点 那未来具有爆发力的会进来 对吧 你往这边去走 你当然你要针对盘面的强势股去做 我也没什么意见 但我的策略不是往这边走 所以我我该谈到 等待也是一种策略 所以我慢慢在收 这个收回一部分的短线资金 你像长线股不会动了 我不会卖了 长线股的资金我就摆着像利益旺 他就是我的长线股 那我不会去理他 好这个拉回来之后找机会再买就好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还有哪些长线股是在拉回的过程当中可以去买 那我想这一部分 我帮我其实口袋已经有口袋名单了 剩下就是他什么时候回稳 然后拉到什么位置之后 我觉得价值的一个衡量出来了 那我就会进场 那最近的操作 如果你只是短线的话 我觉得你会很累 好可能今天的强势股未必是明天的强势股 上个礼拜一的游戏股 礼拜二变成弱势股 上个礼拜二的光学股 礼拜三变成弱势股 上个礼拜三的散热 礼拜四变成弱势股 如果你了解到这个状况之后 你就会回来思考一下 咀嚼一下我该谈到的 等待也是一种策略 我在等长线股的拉回买点 先接受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